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距离过年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大家是不是已经在准备演祸了呢 但是在享受这些美味的同时 我们也要警惕一些隐藏在其中的生血糖的大户 尤其是家里有糖尿病人的,一定要注意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第一个隐形的生血糖大户 无糖的糕点 这些看似健康的零食 往往会在商品上标注无糖两字 虽然不含这糖 但不代表它们没有添加其他的糖类 比如说果不糖浆,结晶果糖,浓缩果汁等等 即使是没有添加任何糖的糕点 它们本身就是精致碳水 会快速升高血糖的水平 而且糕点当中大多添加了油脂 并且一般不会现做现吃 放久了就容易产生油里脂糖酸 对健康是不利的 还会损伤胰岛功能,加重胰岛素抵抗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 第二个隐形的生血糖大户 加工过的坚果 比如说琥珀核桃,奶油花生 碳烧坚果等等 坚果是很多年货必买的一个零食 但是这种被加工过的坚果 它为了提升这种口感 增加了各种各样的口味 通常也会被加入像糖啊 油啊,包括盐之类的调料 所以尽量还是选择原味的坚果 并且要控制好质肉料 最后就是肉肝肉脯 比如说牛肉肝猪肉脯这种零食 它为了使口感更好一些 而且呢,商家往往会加入糖和盐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成分表 避免呢,选择含糖量过高 或者含氧量超标的零食 好了,我们这一期的健康分享啊 就在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